主题是关于约瑟和弹以礼的解梦的智慧 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是不是有约瑟和弹以礼的解梦啊 那今天呢关于这样的一个解梦的智慧呢 我们做一个分享 首先呢今天内容可能稍微的多一点点哈 首先呢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自己如果做了很一个比较特别的梦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很好奇呀 也很想知道自己梦里面梦到的这个特别的事情 所发生的这个事情跟我生活有没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对不对啊 我们生活当中也会这样 所以呢很多人关心自己的梦 也有呢在我们中国也有这个周公解梦 对不对 然后呢在西方的心理学 心理学家当中呢 这个弗洛伊德是不是也有梦的解析啊 都是很关注我们的梦 看看这个梦到底跟我自身 跟我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关系 那圣经当中呢也经常出现这种解梦 那圣经当中的解梦和我们自己平时做的这个梦的解梦 是不是一样的呢 还是说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呢 今天关于这样的一个内容 我们来进行探讨一下哈 首先呢来看一下圣经当中约瑟 约瑟的解梦 圣经当中有两个人的解梦是很有名的 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但以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约瑟 约瑟他小时候呢自己也经常做梦啊 在他还没有去给别人解梦之前 小的时候他自己也经常做梦 在创世纪当中记录了这样的内容哈 说约瑟做了一梦 告诉他哥哥们 他们就越发恨他 为什么恨他呢 他梦到的是约瑟对他们说 请听我所做的梦 我们在田里捆何甲 我的捆起来站着 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 梦见哥哥们的捆的何甲 对自己捆的何甲下拜 就是他所做的梦 而且呢后来又做了一个梦哈 相似的梦 后来做了一个梦 是也告诉了他的哥哥们 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 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 当时呢他父亲将这梦解出来了 然后呢也因着他所做的这个梦 是不是得罪了哥哥们啊 才有了他后来的经历哈 就是说他小的时候他自己做的梦 但是那个时候呢 约瑟还没有开始他的解梦 那什么时候呢 什么时候成了这个解梦高手呢 就是在他后来去到了 被哥哥们是不是卖去了埃及啊 因为刚刚所做的这个梦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因为父亲喜爱约瑟 所以被哥哥们嫉妒的原因 然后呢就被哥哥们卖去了埃及做奴仆 后来呢成为了这个慢慢的哈 随着他的能力的增长呢 成了这个埃及 埃及的法老的护卫长家的管家 做了这样的一个职份 但是因为得罪了这个 他家的这个女主人哈 女主人想要与他同情 他不他不同意 所以后来被冤枉下到了监里 在这个监里的时候 遇到了两个人做梦 这个监呢 他不是其他的监 他是关押这些法老的 关押皇宫里法老的 这些犯人的这样的监狱 他在这监狱里面呢 梦碰到两个人做梦 于是呢就给他们解梦了 什么样的梦呢 首先是九镇 九镇被法老关进了监里 然后呢做梦了 在这个创世纪四十章当中说哈 九镇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 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 树上有三根枝子 好像发了芽开了花 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 法老的杯在我手中 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 将杯立在他手中 然后约瑟呢 就给他把这个梦给解了 怎么解了呢 约瑟对他说 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 三根枝子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 法老必提你出监 叫你官复原职 以仁耀地杯 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 做他的九镇一样 那这个梦解出来 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 解了一个好梦啊 一个吉利的梦 他本来被吓在监里了 但是做了这个梦 这个梦里面再告诉他 三天之后呢 他要官复原职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监里呢 除了这个九镇 做梦之外呢 还有一个人也做梦了 也是侍奉法老 就在法老身边侍奉的善长 而这个善长呢 一看 给九镇解的梦这么好 莫非我做的那个梦 也是有这么好的一个结局 一个结局吗 所以呢 这个善长 哎呀 来找到约瑟 善长见梦解的好 就对约瑟说 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 三筐白饼 集上的筐子里 有位法老烤的各样食物 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里的食物 约瑟说 你的梦是这样解 三个筐子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 法老必斩断你的头 把你挂在木头上 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 哎 这个结局完全不一样嘛 对吧 嗯 那就是这样的解了个 两个梦之后 虽然哈 这个梦都应验了 而这个善长呢 确实也被挂在了木头上 但是这个九镇 它是不是出奸了呀 官复原职了 官复原职之后就 回到了法老身边 侍奉法老 但是他把约瑟给忘了 忘了把他救出来的这个约定 直到两年之后 两年之后呢 这个法老也开始做梦了 哎 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哎 感觉很很神奇的梦 他法老就很想明白 这个梦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呢 举国上下的人 不论是那些术士法师 那些什么 这个埃及哈 埃及的这些术士哈 他们都无法解梦 都解不开 法老就发怒 那这个时候呢 九镇就突然想起来 哎 我当时出奸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个约瑟 给我解了这个梦嘛 这个约瑟是会解梦的 于是呢 就给法老推荐了约瑟 推荐了约瑟 然后约瑟呢 在他三十岁的时候 面见法老 因着给法老解梦 成为了什么 成为了埃及的宰相 所以这个这个梦解梦的价值 是不是极高呀 这个梦的价值非常的高 那这是一个怎样的梦呢 法老见到约瑟之后 就对他说 我梦见我站在河边 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肥壮又美好 在颅地中吃草 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 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 在埃及遍地 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 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 吃尽了那乙鲜的七只肥母牛 吃了以后就看不出是吃了 那丑陋的样子 人就和仙切一样 我就醒了 这是法老在给约瑟述缩缩 述缩自己梦的内容 好让约瑟给他解梦 对吧 那法老这个梦呢 其实有两个部分 刚刚读到的呢 是上半部分 下面呢 还有一个相似的梦 说我又梦见一颗麦子 长了七个穗子 又饱满又加美 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 哭搞细弱被东风吹胶了 这些细弱的穗子 吞了那七个加美的穗子 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 却没有人可以给我解说 所以说在埃及遍地 没有人能够给法老解梦的 没有给法老解梦 那这些术士呢 其实在埃及当地 他们平时也做这些解梦的事情 也行这些术士法事 法术对吧 但是呢 面对法老所做的这个梦 他们却束手无策 而法老所做的这两个梦呢 其实是相似的 相似的 那约瑟就在法老面前 站在法老面前 给他把这两个梦都解了 解了之后呢 面 等待他的是什么 等待他的是埃及的宰相的 这样的一个职份 那这到底是一个 多么有价值的梦呢 我们来看一下 解开之后 约瑟说 七只好牛 好母牛是七年 七个好岁子也是七年 这梦呢是一个 两个梦呢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意思 那随后上来的 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 是七年 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叫的岁子 也是七年 都是七个荒年 也就是说 原来的七个好岁子 七个好母牛 是七个丰收年 然后呢 七个又干瘦又丑陋的 这个母牛和七个被东风吹叫的岁子 是七个荒年 十四年 有前面有七个丰收年 后面有七个荒年 就是没有收成的年 那知道这个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啊 以前的 以前的时代哈 现在时代也一样啊 其实收不收成 对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的重要 虽然我们现在因着这个科技的发展 种水稻呀 这些技术哈 所以呢 人的食物是不愁的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 这没有这些技术 所以每一年的收成 直接影响这个国家的全部的发展 百姓人民的全部的生活 所以他们的收成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国家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命脉 结果呢 这个梦当中就把这个十四年当中 哦 这 却还不是埃及 不是埃及 不是只有埃及地哈 包括其他地方也是哈 这个七年的丰收年和七年的荒年都告知了 告知了通过约瑟的解梦 告知了法老 这么重要的消息知道了 而且呢 而且啊 这里说的是但一里哈 而且呢 这个梦解开之后 因为埃及王法老认为 这个约瑟有神的灵在他里头 神的灵与他同在 那让他来打理 这七个丰收年和七个荒年 岂不是最好的 所以呢 给他立为了埃及的宰相 因着解梦 一下子高升 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这样的位置 是不是这个梦 解梦的价值极高呀 那刚刚呢 我们看到的 是关于约瑟时候 约瑟的时候 他所解的这个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但一里哈 但一里时期 也有这样的解梦 但一里呢 解了两个很有名的梦 我们都分别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第一个梦 但一里呢 他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时期呢 刚刚我们所说的约瑟 约瑟和但一里呢 是不同的一个时期 但一里是生活在以色列 以色列被巴比伦 就是掳掠的这个期间 以色列这个国家被巴比伦 掳掠 然后呢 这个在以色列当中的 比较年轻的 比较聪明的 有学识的这样的人呢 就被带到巴比伦去 这个巴比伦王呢 当时的王是尼布贾尼萨 他是非常赏识 这些有才学的人 所以呢 就把这些有才学的人呢 留在自己的王宫 好为自己什么呀 提一些好的见解呀 还是比较稀才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 先知但以理 也是作为这样的一个 可以说是才子 有学识的人 所以呢 就被带到了 尼布贾尼萨王 他的王宫当中去侍奉 虽然是在他王宫当中侍奉呢 但是他一心只守神的法 一心也只按神的道去行 不管这个王 怎样去给他吃的 喜爱他 他都不接受 但是有一天呢 这个尼布贾尼萨王 他做梦了 做了这个梦呢 他很忧愁 所有的人都解不开 这个巴比伦的术士都解不开 所以呢 他就下了一个命令 如果你们这些术士 你们这些学士 你们不给我解的话 那就都给你们杀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找到了 他们就找到了但以理 让他能够去想想办法 这个但以理呢 于是就来见了这个尼布贾尼萨王 见他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王呢 他做了这个梦之后 他自己给忘了 我们经常是不是也这样啊 就是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梦 但起来要想要跟别人说 又说不出来了 忘了 这个王也是 做了个梦 觉得这个梦很神奇 但是给忘了 所以呢 因为他也说不出自己的梦啊 所以人家怎么给他解 但是但以理呢 给他解了 给他解梦之前 首先把他的梦 给说出来了 那么这个尼布贾尼萨王 所做的梦 是怎样的一个梦呢 我们来看一下 说王呢 你梦见一个大象 一个大象 这象甚高 极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 形状甚是可怕 这象的头是金金的 胸膛和绑臂是银的 肚腹和腰是铜的 腿是铁的 脚是半铁半泥的 你观看 竟有一块 竟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打在这项半铁半泥的脚上 拔脚砸碎 于是金银铜铁泥 都一同砸得粉碎 沉如夏天和场上的康匹 被风吹散 无处可循 打碎这项的石头 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天下 这是他所做的一个梦 这个梦 这里我们也放了一张图 从这个图上能够看到呢 是一个很大的 很高大的一个象 象呢 有一个金头 还有但是他的胸膛和绑臂 又是银的 然后呢 腰是铜的 腰和肚子是铜的 腿呢 是铁的 脚呢 脚又不一样 脚是半铁半泥 这样的一个 很 就是 奇怪的 没有人会去雕一个这样的象 对吧 但是这个巴比伦王呢 就梦到了一个这样的象 你说在他梦里面出现这样的一个象 是不是也会觉得很神奇啊 结果呢这个象还被一个石头给打的粉碎 这个石头还之后变成了一座大山 确实是很神奇的 一个梦 难怪他那么着急对吧 那么着急想明白这个梦 然后这个 呃 呃 戴伊里呢 就给巴比伦王解了这个梦 这个梦呢 其实说的是什么呢 首先哈 他对巴比伦王说 你就是那金头 其实说的这个金头是指的谁呢 指的是当时的巴比伦王 他自己就是那金头 后面呢他说什么 在你以后必另兴起一国 这个绑币是铜的嘛 铜 哦不 绑币是银的 银的 说必兴起一国不及于你 又有第三国 就是这个腰和肚腹是铜的 对吧 第三国是铜的 必掌管天下 也就是先有第一国 巴比龙王 然后呢 还有这个像银一般的 第二国 以及呢像铜一般的第三国 好第四国是不是铁的呀 啊第四国 必尖壮如铁 铁能打碎克制百物 又能压碎一切 那国也必压碎 打碎压之列国 是不是说的就是四个国 对吧 四个国 但是呢 这个是不是还有角呀 嗯 这个角是怎样的 说你既见像的角和脚指头 一半是摇将的泥 一半是铁 啊 那国将来也必分开 分开 也就是说这第四国 你看起来它好像特别的坚硬 特别的坚不可摧 很强大 但是它的角是半铁 半泥的 这个泥掺在里面 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厉害了呀 嗯 就是一敲就碎的 泥是一敲就碎的 对吧 哦 说你既见铁与泥掺斩 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 那角指头既是半铁 半泥 那国也必半强 半弱 半强半弱 是一个半强半弱的国家 虽然非常强大 但是呢又有它的 呃 可以说弱点 可以被击碎的弱点 所以呢 就继续给它说哈 你见铁与泥掺杂 那国民也与各种人掺杂 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这个民族和其他的民族融合 啊 掺杂在一起 掺杂在一起呢 却彼此不能相合 正如铁与泥 不能相合一样 啊 所以呢 其实这个 这个相解开呢 就是四个国 并且呢 把这个四个国的国运 是不是也都说了呀 啊 其中最后一个呢 是和泥掺杂的 也就是和其他民族掺杂在一起 啊 掺杂在一起又不相合 所以呢 就脆弱了 对吧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呀 当那猎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 另立一国 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人的国 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 这国必存到永远 也就是那个 是不是有一个石头呀 那个石头砸在那个 像的半铁半泥的脚上 是不是啊 嗯 砸在他那个脆 就是半强半弱的脚上 可以说 啊 然后这个像是被砸碎了呀 而这个石头呢 是第五国 这一国是神令力的国 是神所力的国 是永不败坏的国 嗯 所以说他说 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 从山而出 打碎 金银铜铁泥 就是那 治大治大的神 把后来所有的事 给王指名 周梦准是这样 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就 这就是但一礼呢 首先把这个梦 这个王所做的梦 告诉他 然后告诉他 哎 接下来 从你开始 你是那金头 然后呢 有铜的国 有 哦不 有银的国 有铜的国 有铁的国 而这个铁的国呢 它是半铁半泥的 所以半强半弱 后来呢 被第五国一个神所立的有如败坏的国给砸碎了 是把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运势通过这个梦都给 都启示出来了呀 好 这是但一礼给尼布甲尼萨王呢解的第一个梦 还有第二个梦 还有第二个梦 第二个梦呢 就是这个王又做了一个梦 他就给这个 但一礼说 我又做了一个这样这样的梦 你来给我解一解 他说 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 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 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 从地极都能看见 叶子华美果子甚多 可做众生的食物 田野的走兽握在阴下 天空的飞鸟 塑在枝上 凡有气血的都从这树得食 我在脑中的意象 见了一位守望的圣者 从天而降 这个梦当中呢 首先是看到一棵树 非常的高塔 非常的高大 然后呢 也结果子 所有的这些什么 深处走兽 是不是都靠着这个树所结的果子 而生啊 为食 吃这个树 所果子为食 但是这个时候呢 有一位守望的圣者 从天而降 呼喊 呼喊什么呢 大声呼叫说 罚倒这树 要将这树罚倒 砍下枝子 摇掉叶子 抛散果子 使走兽离开树下 飞鸟躲开树枝 也就是这个树呢 将会要被砍倒 树墩却要留在地内 用铁圈和铜 和铜圈 孤住 在田野的青草中 让天滴露湿 让天露滴湿 使地与地上的兽 一同吃草 使他的心改变 不如人心给他一个树心 使他经过七七 这里是不是说他呀 使他的心改变 前面说这棵树 说是这一棵树 一个怎样怎样的树 然后又说 把这个树砍了之后 就生了一个树墩 说要使他和地上的兽 一同吃草 其实从这个描述当中呢 就能够去看出什么呢 这个树呀 是不是他的心改变啊 他的心改变 所以呢 他并不是真的是指的一棵树 说不如人心给他一个树心 使他经过七七 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 圣者所出的令 好叫世人知道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予谁 就赐予谁 获利极卑微的人 掌管国权 这说的是什么呢 要将国赐予谁 就赐予谁 所以呢 这个树 其实跟一个国 跟一个国的王 其实是有关系的 对吧 其实从这个内容当中 我们也能够看到 嗯 然后就跟这个 但以理说啊 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 所做的梦 伯提沙撒呀 伯提沙撒呢 是他给但以理起的名字 一个巴比伦名字 但以理的 但以理这个名字呢 是以色列名字 犹大名字 那这个 伯提沙撒呢 是在王宫里面 给起的巴比伦名字哈 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 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事 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 唯独你能 啊 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 那么在这个 巴比伦王 哎 又做了一个这样的梦之后呢 找到了但以理 希望但以理呢 能给他解这梦 那但以理呢 也确实是 啊 按照他 所 做的这个梦呢 给他解了 其实刚刚从梦的讲解当中 也能够看出来 啊 也能够看出一些 对吧 看出一些 所以呢 这个但以理就说 王啊 这剑长又坚固的树 就是你 你的威势 剑长几天 你的权柄管到第几 也就是那棵树是指的谁呀 指的是巴比伦王他自己 尼布加尼萨王他自己 啊 因为他的威势 非常的高 啊 因为在他当时的权柄 就是 就是等于说 狭管 狭制的权柄是极大的 啊 所以呢 这个树 就像是他自己一样 但是后面是不是也说了呀 嗯 说的是什么呀 啊 我们看一下前面 啊 说 好叫世人之道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 看起来好像是 哎 这个王多么强大 哎呀 那个国多么厉害 对吧 甚至神的选民的国都被他灭掉 啊 但是 主管 主宰这一切的是谁呢 是至高者 是创造主 啊 是创造主真神 所以 好叫世人知道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予谁 就赐予谁 也就是说 这都是出自于什么呀 哪怕是巴比伦这个国的强盛 也是从神而出来的 有神的质疑在这其中 嗯 但是因着他的高大强势 因着他的骄傲 对吧 是不是后来被砍倒了呀 啊 被砍倒了 啊 砍倒之后呢 就是会怎么样 你被赶出 离开世人 与野兽 野地的兽童居 吃草如牛 被天路低失 且要经过七七 啊 给他了一个实现 一个实现 就是你虽然被砍倒了 啊 虽然与野兽童居 对吧 吃草如牛 过了七七 等你知道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予谁 就赐予谁 等你真正醒悟了 你的权柄是从何而来的 你之所以有这么强盛的国 是怎么而来的 到底是因着你自己的能力 还是因着至高者的能力呢 啊 当他 当他哈 等他 能够去醒悟这一点的时候 就怎么样啊 是不是还留了一个树墩啊 等你知道诸天掌权 以后你的国必归你 嗯 然后说完这个之后呢 其实想说的是什么呢 干一里借着这个梦 劝戒 尼布甲尼萨王 说王呢 求你悦纳我的谏言 以施行公义 断绝罪过 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 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也就是通过这个梦呢 神也在启示 他现在之所以这么的强盛 不是因着自己的能力 而是在神的手中 所以他应当怎样啊 应当在神的面前谦卑 对吧 谦卑虚己 应当要去行神的道 去行善 施行公义怜悯穷人 而不是行恶作恶 行恶作恶 只会让他的这个 可以说的报应 就是神的 神的这个审判来得更快 所以呢 希望他能够去改变 改变自己的行动作为 这是但一里呢 给这个尼布甲尼萨王 巴比龙王 解的第二个梦 那么 我们刚刚也 前面又看了哈 内容其实挺多的 大家也可以仔细再去看一看 前面看了这个约瑟 给法老解的梦 首先呢 在法老之前 还有这个九正哈 然后呢 给法老解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梦 关乎什么呢 关乎的这个 以后十四年的整个国运 对吧 而这个不仅仅 关乎当时埃及的国运 更加重要的 关乎是什么呢 关乎什么呢 所以 其实想说什么 这圣经当中 这些梦 其实是什么呀 约瑟对法老说 法老的梦 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 指示法老了 是不是神指示的呀 也就是这个梦 其实都是神的启示 神启示 什么叫启示呀 就是预先 通过这个意象的形式 梦的形式 启示 就是让这个 在人的心里面 出现这个梦 小玉给这个人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 是之后要做的事情 也可以说 这个梦是什么呀 也可以说 这个梦是一个预言 是一个预言 也就是神提前说 要做的事情 将 神已将所要做的事 指示法老 对吧 那神之所以要让 七个丰收年 七个荒年 这样的发生 既关于当时的埃及的国运 我们知道埃及 古埃及在历史上 有非常非常强盛的时候 对吧 非常强盛的时候 那最强盛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因着什么 这样的一个 七年的丰收年 和七年的荒年 因为他们知道 后面有七个 这个荒年 所以呢 丰收年的时候呢 积累了很多的食物 那其他地方呢 人都没有食物 当荒年来到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食物 所以只能什么呀 来埃及换粮食 让他把他们的金银财宝 他们的一切都拿来换粮食 所以呢 因着埃及 在丰收年所囤积的粮食 是不是当时的 埃及发展的极其的强盛啊 有这样的一个时期 好 那其实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梦呢 是因着什么呢 神要通过这个约瑟 首先他担当了 是宰相的职份 对吧 也就是说 他可以有权柄去主管 国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约瑟是不是有 兄弟十一个呀 还有父亲啊 一大家子人 那这一大家子人呢 原来在迦南地生活 因着埃及地有粮食 因着神所预备的粮食 所以呢 这一家子人下到了埃及去生活 啊 那这个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神为什么要去做成一个这样的事情呢 啊 通过七年的丰收年 七年的荒年 神的目的不在于说 一定要让埃及多么的强盛 而是在于 要让这个雅各一家人进入到埃及 要让这一家人进入到埃及 而这一家人为什么要进入埃及呢 因着神和他们的先祖 曾经的一个约定 约定呢 说什么 你的后裔将要寄居别地 寄居别地 而这个呢 就是成就神 让他的 让亚伯拉罕的后裔 寄居别地的一个这样的过程 也就是神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你看站在埃及的 埃及国的角度 是不是就看到 哦 我们国度有七个丰收年 七个荒年 然后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然后看起来这个埃及的 我整个国家也受这个影响 完全在这个当中运行 对吧 但是他们是绝对是不知道 在这当中有神的旨意的 哦 原来神是为了将雅各一家人 带去埃及啊 哦 有这样的旨意 所以呢 都是出自于神的 嗯 所以在圣经当中哈 这个约瑟 是不是也说呀 因神命定这事 而且速速成就 是神所命定的 哦 所以呢 这个法老 当拣选一个有聪明 有智慧的人 派他治理埃及地 就这样呢 毕了约瑟 约瑟做了宰相 才能将雅各一家 带到这个埃及地 嗯 好 这个是关于约瑟 约瑟的时候这个梦哈 那事实上呢 但以礼的时候的这个梦呢 也是相似的 也是相似的 这个梦里面 其实都是神的启示 只是呢 神通过但以礼来去讲说 所以呢 但以礼来到这个王的面前说什么 王所问的那奥秘是 哲世用法术的术实观照的 都不能告诉王 无法告诉你 因为什么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 能显明奥秘的事情 这是出于神的 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情 指示尼布甲尼撒王 然后呢 就给这个 给这个王说什么 那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 这个床上所想的这个异梦呢 这个异象呢 其实是将来的事情 以后的事情 那显明奥秘事的主 把将来必有的事 指示你 并且呢 也表明什么呀 至于那奥秘的是 显明于我 并非因我的智慧 胜过一切活人 乃为始王知道 梦的讲解和心理的思念 所以是不是 不论是给这个梦 让他做这个梦的 也是出自于神 解梦 看起来是约瑟在解梦 看起来是但以礼在解梦 事实上也是出自于神的 是为了将这个预言 小预给他们 然后呢 成就 当这个预言 是不是 是之后神要做的事情啊 当之后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知道 哦 这些事情都是出自于神啊 都是神在运行这一切呀 我们知道 圣经当中 之前说圣经是选民史 圣经当中都是 记录神与选民之间的 这样的事情 那样的事情 对吧 但是呢 从这些 从这个解梦好 包括这些历史当中 我们也能看到什么呀 天下万国的命运 也都在神的手中 啊 也都在神的手中 虽然神是 眼睛只关注着自己的百姓 但是天下万国的运势 对吧 不论是埃及王 那么强盛的埃及国 以及这么强盛的 巴比伦国 都是为了神要成就他和他百姓之间的这些事情 神要成就他自己国度的事情 所以才让他们有了这样的强盛的时期 所以才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不要骄傲啊 你国的强盛也是来自于神 那之后呢 神说要收走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收走啊 嗯 那这呢 是 啊 就是 关于这个解梦哈 这个梦呢 其实是神对将来式的启示 对将来式的启示 通过做梦和解梦 其实都是要成就 神要做的事情 嗯 所以呢 像玉瑟也会对法老说 啊 这不在乎我 神必将平安的话 回答法老 不是我做的 是神做的 嗯 但以理也说 啊 就是 但以理再去见这个 见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之前哈 其实是他事先去祷告了 求神 啊 让他的同伴们 也一同祷告 将这样的奥秘的事情 指明给我 如果我不去解梦的话 那这些同伴和巴比伦 其余的哲事都要灭亡 所以呢 你们好好地跟神 去祷告祈求 好让神将这梦指示给我 所以呢 这奥秘的事情 就在夜间异象中 给但以理显明了 嗯 所以不管是约瑟的时候 看起来 哎呀约瑟做了这么大的事情 成了宰相 但以理呢 也因着他解梦 因着他的智慧 啊 是不是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王 非常的赏识啊 嗯 但是呢 他们都是 能力和智慧都来自于神 把这些启示给他们 也是为了把神的预言 说出来 以及呢 通过之后要发生的 要成就的所有的事情 是不是归荣耀给神啊 啊 让天下万民的人都能知道 所有的事情都出自于神 啊 所有的运势都在神的手中 嗯 好的 今天呢 我们啊 这个内容稍微的多了一点 就是讲到 呃 两个时 两个时期 然后呢 当中有两个重要的人物 一个约瑟呢 一个丹尼里 都通过解梦 解了非常非常的 两个重要的梦 对吧 通过这两个重要的梦呢 展示的是神的能力 啊 神启示给人的 神的预言 以及神将来要成就 这些事情的能力的话 是不是都在于神自己啊 啊 不在于神 不在于人 不在于当时的埃及 有多强盛 啊 也不在于当时的 巴比伦啊 有多厉害 都只在于 创造这一切的 宇宙万物的主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关于这样的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哈 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还可以这个扫二维码 来继续的沟通 嗯 好 那我们就到这 再见